有戒律是学佛 学佛才能称佛 搞佛学呢 顶多就搞几个波斯学位 搞这个世界明文里 自己的烦恼习气断不掉 了生死出三界永远没分 所以使我想到 老师对我教学的方法 那种善巧方便 产生很大的效果 我在年轻的时候 也有傲慢的习气 不服输 我也很有变才 给人家辩论 往往我都会占上风 原了凡的毛病 我通通都有 这个顿了凡私讯 跟我是给我当头一棒 他的毛病我全都有 他的好处 有很多我没有 张安家大师 他对我很了解 他对我真是很随顺 好在我有一个长处 就是尊私中道 阿尔老师对我是这样的 肉 不是用一个刚强 强迫的手段 来对付我 这是在李老师会下的盛念 老师对我严厉的时间很少 盛念当中只有 大概只有两三次 来教训 那两三次的时候 在我想的时候 他是听了别人的话 我自己并没有犯过失 别人在他面前搞状态 关心问我 你有没有 那么在一般状况之下的时候 他对我的非常如何 所以我感恩 特别是在 现在这个时代 众生刚强难化了 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可以用命令式的责备 甚至打骂教育 现在不行 现在你要这样做法是什么 侵犯人权 现在全世界人权高涨 侵犯人权 那你要受法律处 好意也不行 人家不懂你什么好意坏意 只知道你的行为侵犯人权 现在人的佛报 不像从前 没有从前人佛报那么大 这个要想的 归过全身 一定要懂得插眼观色 他能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立刻 就要终止 甚至于 有人向你请教的 不是诚意 是个客套 早年 我遇到一位同学 也是很出名的法司 他讲经 我去听 下台的时候 很客气 向我问信 问我 我讲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你要跟我批评 我以为他很诚意了 我就刚刚好 要想他哪些地方的时候 需要改正的地方 我的话 还没说完 他脸色就变了 我赶快说 不说 讲得很好 很好 不能接受 是请你来指教 客气话了 你不可以真说 以后我就懂得了 不是一桩容易死去 人与人之间 最重要的 维系和谐 活目相处 这比什么都重要 活 是信德里头 最重要的 大德 一个是爱 一个是活 中国古人 常常讲 活为贵 前面三个字是 李志勇 活为贵 阿妮陀佛 阿妮陀佛 阿妮陀佛